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孔雀小姐是一对恋人 孔雀先生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孔雀小姐 他清楚孔雀小姐的喜好 爱吃的食物 记得每一个纪念日 过马路会牵着孔雀小姐的手 走在马路上也习惯性地让孔雀小姐走在里侧 这些小小的细节 孔雀小姐都记在了心里 很享受被他宠爱的感觉 今天是孔雀小姐的生日 孔雀先生早早起床 踩了一束孔雀小姐最爱的鲜花 带上他早早准备好的礼物 前往孔雀小姐家 准备再为他做一顿可口的午饭 谁知去往孔雀小姐家的路上 突如其来了一场暴雨 把孔雀先生从头浇了个头 礼物被打湿了 鲜花也被打散了 到孔雀小姐家时 孔雀先生浑身湿透 狼狈不堪 对不起亲爱的 礼物和鲜花被淋湿了 孔雀先生垂透丧气地说道 孔雀小姐过来深情地拥抱住他 没关系亲爱的 你就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有你就够了 有时候 找一个对的人 才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不是吗 今晚的孔雀小故事就到这里 去睡吧 因为你今晚好梦 梦里有糖 我是孔雀师 要吃 我分别了 我以为你这种人 如果我给你 我衹要 我以为你 那检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